小兰你快看那里有个粉色的车开进来了 那不是你老婆的车吗 对啊老婆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呀 我的车都坏了怎么上班啊 小兰怎么回事呀 你别看我我只是给他改了一个颜色 其他我都没有动 我的车都全坏完了 还有这个仪表的指针也在乱跳 导航也是一会开机一会关机 我来给你看一下 你千万别熄火 熄火就打不着了 那你怎么开过来的 我找人用搭电把搭了一下 计划看一下可能是电瓶坏了 还真的打不着了 连喇叭都不会响了 现在我用万用表给你量一下电瓶 只有3.6伏 师傅打电话让他送一个电瓶吧 好的 车先往前面推一点 把现在下雨了 好了 你看你这个电池都鼓包了 那我的车灯是怎么回事 给你把灯泡拆出来看一下 你看 你这个灯泡都爆了 中间的那一根屋丝已经烧断了 另一边也看一下 你两个灯泡全爆了 两个灯泡都爆了 不正常吧 电瓶到了 先给它装上吧 我先把电瓶装上 我再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先装正极 再装自己 现在有12伏了 给它装一个新的灯泡 发动一下 开大灯 踩油门 灯泡又爆了 怎么回事啊 我的仪表又在乱跳了 你这个是电路有问题 我找到问题了 什么 仔细看这个电压 只要踩油门 就可以达到17伏18伏 怪不得刚刚那个灯泡会爆 你这个电脑准不准啊 我这个电脑很准的 我再用万用表 给你测量一下电压 16伏 排电油门 看到没有 这个是发电机坏了 现在帮你把发电机拆下来 换一个新的 换新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车 拆下来修一下就可以了 嗯 那就修一下吧 现在把它的发电机拆下来 这个发电机拆掉 不一定拿得出来 因为这两根空调管打出了 把排气管拆掉 应该可以拿出来 刚刚师傅说 自己的车就不用换发电机 这句话你们不要误会了 如果是客户的车 我们肯定会给他 换一个发电机总成 如果把发电机拆开 维修的话 工时费肯定会高一点 而且这次把调节器换了 下次说不定又是走成坏了 再下一次又是碳刷坏了 三天两头坏 客户还以为是 我们没有给他修好 还不如直接换个总成 一次性把问题解决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车的话 就没事 下次坏了 大不了重新修就是了 终于拆下来了 现在给他把发电机打开 这个就是控制电压的调节器 电压过高 就是这个东西坏了 但是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好买 这个是我之前换下来的发电机 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后面看起来不太一样 把它拆开看一下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看来还是得换一个发电机总成 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 又浪费时间又赚不了钱 还不如换一个总成 又快质量又有保证 大家好 我是小兰 今天还是修空调 太热了 这个车昨天才加冷煤 今天就不凉快了 像这种情况 你们看我怎么给它修好 这个是温度计 今天的温度是33度 我现在去量一下这个车出风口的温度 现在的温度是18度19度 这个制冷效果的确很差 不管什么原因 我先用压力表看一下 然后把低压管接上 把门打开 高压管也接上 压力不够呀 高压只有18 正常的话148左右 低压只有1.58 正常的话是2.8多一点 昨天压力都是正常的 今天压力就不够了 肯定是有地方录冷煤 这次我就不用这个喷水壶了 我用这个冷煤检测仪 这里是一个探头 如果检测到冷煤 这个地方就会发出声音 这个瓶子里面应该还有一点冷煤 我用来试一下 我先把这个管子扭松掉 检测到冷煤就会发出声音 现在我就开始实战测试 像这种表面看得到的地方 还是用喷水检查 哪里漏的话就会冒气泡 这个检测仪主要是检测 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冷凝器的背面 空调绷的皮带轮 隐藏在角落的干燥瓶 能看到的地方都检查完了 还有一个蒸发墙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用喷水壶也没办法检测 但是用这个检测仪就很方便 第一步先把空调打开 然后把风机打开 如果蒸发箱漏冷煤的话 检测一放到出风口就可以检测到 看来就是蒸发箱漏 这个冷煤检测工具是不是很好用 现在我要把这个车的蒸发箱拆掉 看一下到底是哪里漏 这发箱是空调里最难拆的 所以一定要有把握 万一拆下来不是他漏漏的话就白拆了 工作台拆掉我发现里面有一把梳子 这个应该是他老婆的 给他放好 这里面就是蒸发箱 这里面好脏呀 用了没检测仪检测一下 果然是这里面漏 然后把连接蒸发箱的空调管拆掉 拆之前一定要先把起 不然就会像我这样 然后蒸发箱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里面真的好脏 把它打开看一下 这么脏的空调你们敢推吗 这个湿润的地方应该就是漏冷煤的 现在我用空调捡了工具 打气放在水里面试一下 这里可以接气管 快看这里冒泡了 这个蒸发箱已经坏了 需要换一个新的 或者拿去焊一下 路上就能解脱 修车工有爱情吗 你们总是问小岚修车又脏又累 是不是我都没有谈过恋爱 其实小岚之前也谈过一段恋爱 前男友也很支持我修车 但是后来因为吵吵闹闹 我们两个就分手了 最近她刷到了我的修车视频 看到我已经自己开店了 她说要来找我修车 也不知道她是来找我复合的还是来找我修车的 这个就是我前男友的车 你的车怎么了 帮我轮胎打点气吧 你这个吹轮胎气压是正常的 不需要打气了 那你帮我换一个雨刮片吧 你这个雨刮片刮得挺干净的呀 那你再帮我看看玻璃水吧 你这个玻璃水也是满的呀 那是我之前加的自来水 你帮我换成玻璃水吧 你是不是在耍我呀 你到底是不是来修车的 那你帮我换下机油吧 这也差不多 你这个机油看起来挺干净的 上次换了才三斤公里 你是不是跟我分手后 你的自帅也跟人下降了呀 机油一般都是五千公里换一次 换勤快一点对发动机也好 你这个车的机油运气没有了 我要去欺骗店买一个 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女朋友知道不好吧 我还没有女朋友 你现在开什么车 这两个车都是我的 走了买机油绿星去了 这个机油绿星你刚刚也看到了 我十块钱买的 就不算你差家了 不能扭太紧 太紧的话也会漏油 机油就加这一种吧 200多块钱 你的车换的比较轻 所以没必要加太好的 这空虑挺干净的 不用换 你去吹一下 好了一共210 下班了可以一起去吃个饭吗 吃饭就不用了 我怕你妈妈知道了不好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拜拜 其实刚刚那些都是我演的 我确实是有个前男友 刚开始的时候 他确实是很支持我修车的 但是他妈妈不喜欢我修车 后来在他妈妈的灾诺下 我们成功分手了 换做是你们 你们会希望自己的儿媳妇 是修车的吗 我还喜欢自己的儿媳妇 在四周 我这儿请客 好 我能够 我